爸 真的荒唐 你少废话 说吧 你是不是真的跟这女的 有点什么 我 我为什么要跟她有什么 我 我为什么呀 如果不是那样的话 为什么大马上 和那女的聊那么多 如果不是那样的话 她老公怎么找到咱们家来了 我告诉你 苍蝇不定无分能带 你知道吗 行了 你小点啥 大儿 干嘛 肯定是有误会的 这方面我绝对相信周全 因为我觉得在这些方面 相信你的伴侣 是对她最大的尊重 是是是是 莉莉啊 你先别提她解释 咱们当面把这件事情说清楚 你放心 她如果真干出这种事来 我肯定替你做主 我觉得爸 首先她老公的精神是有问题的 我见过她老公 我们 我们都见过 还有一个这 她刚才喝酒了 对 对 还有一个就是 我们都住在一个社区里边 莉莉也认识 她们先认识的 我听见跟这些 全职妈妈在一起 她们带孩子在行 但是找工作她们不在行 这女孩可能在家里面 比较受气 她想找工作 她找工作她只能问我 我确实多说了两句 那怎么办呢 那街里街坊呢 你记住 不管是出于什么原因 结婚以后 一个男人就要跟别的女人 保持距离划清界限 对 这个距离就是道德 就是分寸感 你知道吗 对 爸 您说的没错 我觉得男女之间距离感很重要 你不挺明白的吗 我 我有问题 爸 我有问题 但是我们绝对没有 很简单 爸 看 我们的那个微信通话 不就完了吗 我给你们看 好吗 好 看这个 对吧 好 咱们看看 都实锤 对 三国 不行 我这眼睛不行 你 你 你怎么样 你看 就是 你念的 其实我也挺想去上班的 哪有人愿意整天在家里待着 一个大男人总在家里待着 终归不是事 我现在这样就属于苦中作乐 好吧 不 不 没什么 没结什么 对 没什么 这话说得多有分寸啊 是 是 是 妈 你别生气了 肯定没什么事 那个 那我先去 换个衣服什么的 好 好 好 你看你这人 是不是什么也没 你下气什么哄 妈 你 你捅娄子了 我怎么了 你看就看吧 你念什么呀 不是 我 我要不是把话念出来 人家怎么知道 你到底清白不清白呀 解释不清楚了 你特别好 那个事清楚了 新的事又不清楚了 完了 什么事不清楚了 好 是不清楚的 还 还 有形的事 还 你还用脸啊你啊 这 这 我 做生意呢 我比你早啊 这方面你再叫我一声打疙瘩 真不要脸 你比我小两岁 叫姐 行 姐 其实这个世界上呀 很多事尤其是做生意 出问题就是因为利益的问题 那你还是觉得我错了 为了利益 不估计朋友的梦想是吗 袁一 我自己是做文字出身的 我也有梦想 但是我们是在做生意好吧 别开玩笑 你们的问题呢 是对生意的 理解不一样 你看你啊 你就要文准很 执重把心 那车历呢 就像做生意的同时 再抬头看一看月亮 你们的步伐和想法 得一致才行 可是我觉得他这么做 就不信任我 我不这么认我 我恰恰觉得他这么做 就是因为他想让你认可他 而你呢 也应该放手 别给他限制 让他自己去失败 让他自己意识到 这条路他走不通 然后呢 他就成长 你要记住 你们呢 先是朋友 再是合作伙伴 那你对朋友 是不是应该稍微宽容一点 那他是不是也应该 对我宽容一点 他明明知道 我选择客户的方向是对的 是啊 你就是把他保护得太好了 那我们换过来说 车里他那么聪明 他能意识不到 是一个选拨有问题的 但是做事你要讲究方式和方法 你稍微耐心点 稍微温柔一点 对不对 那你说车里又不是不讲道理的人 你好好跟他说是不是就好了 对 你没看见我刚才那样 我刚才跟他吵架的时候 特别凶 我知道我一发起来的时候特别难看 我一想一发起脸来的时候 别人就都觉得我脸吞成了 没事 我都不用看 我都能想到你什么样 没事 没事 跟他说一说就好了 我特别后悔 我这个臭皮肤 是不是才能改了 没事 不用改 挺好的 谁来不行 你们就绝交呗 那不行 我和我不能绝交 开玩笑怎么不绝交 你就把他约出来好好当面聊个清楚 对不对 好了 外面等吧 咱俩进去吧 走 好烫 吃一下啊 先吃一下 爸爸 妈妈呢 妈妈回来了吗 别一大早起来 跟绿柳营一样 嗡嗡嗡的好吗 跟他在时吃饭 吃完饭以后就上课 我今天不想上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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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由呢 理由里头就快点吃 快点 一会儿啊 没事 那 我去送他吧 我去送 我去送 我也去 来 吃 吃个包子 你呢 就应该直接去找的就对了 我去送他 我跟你说啊 我现在啊 是又想见他 又怕见他 见着紧张 他也紧张 你瞧这夫妻在一块儿啊 晚上睡觉 在床上动玩一下 都生怕影响到对方 这日子过得这么小心翼翼 他就真就在喘不过气了 你这么说确实 太窒息了 但我觉得我也得 替我嫂子说两句 他这不是 刚转视频没多长时间吗 做视频 你 你也多少听到过 非常难做 压力肯定很大 那我们就 再多体谅一点呢 明白 嗯 我知道 我有时候经常怀疑我自己 是不是 太脆弱了 我也想更关心他 更体谅 但实在 我也希望被体谅 是 我在家带孩子很无聊的 原来嘛 上着补习班 分散一下注意力 现在 这政策一出来 也不用补习了 每天 忘忧如园一割 我就变成一条咸鱼了 我无所事事 有一次 我带着艾文在公园里边 看一男的正在那儿抽陀螺 我突然一下感慨了 你看他一鞭子下去 头头就一直在那儿转 我就等着他停 倒地身亡 有一种 悲伤的美感 一惹 会吗 像 可能 妈 你回来啦 回来啦 我在做那个手擀面 我在网上跟这儿学的 我知道你跟爸特别爱吃这个 我今天试试啊 看我能做成什么样 好 那什么 小丽啊 又不我来给你帮帮忙 你这个做面食 你不太熟悉 不用了 您帮我没有成就感 我就想试试 我做的能不能过了您这关 好 一会儿就好 对 我买的那个是鱼油 是现在特别好的一个牌子 你跟爸一定要坚持吃 对血管好 你看你这孩子怎么还要花钱啊 我们买东西还这么大一瓶啊 这玩意儿都外国字呢 知道吗 真是 这就注意太多啊 喝风细雨也行了吧 这飘样的 对 去吧 这面都醒上了 爸您看醒的行吗 行 行 行 莉莉 我给你发那个视频 你看了吗 就是周川跟花说话那个呀 对对对 不 那哪哪哪是跟花说话 我觉得脑子有问题呀 爸 那个是因为前段时间 网上有一个特别火的视频 就是如果你养了两朵花 有一朵呢 你就每天跟它说 我爱你呀 或者你很喜欢它呀 另外一朵你就说讨厌它 打击它 说最后这两朵花长出来 会不一样 说被爱的那个会更好看 它在做实验呢 你怎么知道 我了解它呀 它不就是孩子气吗 喜欢弄那些花花草草的 那个 可是万一那个花花草草的 又回话了呢 那谁知道呢 那它回了没有啊 爸 我总算知道周全这孩子 去随谁了就随你 你还能想着花花草草草回话 你太逗了吧 他没事 您放心 他就是喜欢弄这些小玩意儿 好好好 行 回来了 回来了吧 快点 妈妈 回来了 来来 来 看看 看看谁回来了 妈妈 你终于回来了 妈妈 我想你啊 妈妈也想你 我太高兴了 我也很高兴 你妈妈晚上给你做手擀面好不好 好 你是个山洞人 你也很爱吃面食的 对不对 对 那你去跟爸爸洗个手 过来帮妈妈包蒜好吗 走 咱们洗手去 你去洗手 你给大分之做炎药丑陋好不好 你的灵魂丑陋你知道吗 这的确看上去像个神经病 那那 你跟我爸解释清楚了吧 解释了呀 我跟他说你在 在跟花花草草做实验呢 你是吗 还是也有点孤单 没人跟你说话 都有吧 我们这段时间聊得太少了 确实是 因为你每天下班太累了 我想跟你聊 我想跟你玩 跟你闹 但是呢 画影子肯定就是这个 家常里短这些事 我怕你烦 那跟你聊工作 我又插不上嘴 你为什么会觉得你插不上嘴呢 我其实有好多工作上的事情 都需要你给我意见 想跟你聊 但是我又怕 我白天在工作 回家跟你聊得还是工作 你会不开心 你看咱俩这个 是不应该有的误会 我觉得夫妻之间最重要的就是沟通 所以我觉得我们想说什么还是要说 你说呢 那我真的老公 我最近工作上的事还真的希望你给我一些意见 好 好 其实我最近工作不是很顺利 算是遇到一个挺紧期还是什么的 跟孟夫还吵了一下 怎么回事 我前两天不是卖了一本书吗 月亮与六便是 孟夫一开始就是不同意的 后来挺妥协 也就是说如果我卖到一千单 就可以继续 如果没有的话 就不要再卖书了 那直播我看了 很好啊 你讲得也非常非常好 那结果呢 结果 有一千单 那事实证明你是对的 我自己卖的 关键我特别蠢 我还把地址填错了 书全部寄到了工作室 被孟非发现了 所以我们俩打吵了一架 那可能他会跟你吵的 我爸最近其实真的挺迷茫 甚至有点痛苦 我做的事都是在银河市场 对我来讲听 挺没劲的 我想做点我自己想做的东西 但是又要兼顾商业价值 就 我有点hold不住我觉得 这没办法 真的没办法 这个 永远都会存在这个问题 你把你自己喜爱的东西 变成饭碗的时候 就是会要妥协 爸爸 安静安静啊 安文 别闹爸爸 让爸爸跟去吧 头发有点长了吧你 你这个也 别当那个词背 你就自然点 平常什么样就什么样 你就看大概就行 我明白 但有些我得背啊 那个你碧螺虾仁啊 还有那韭菜百合啊 什么的这些 我肯定得背啊 我不背 我不能耍虾说是吧 对对对 周哥 这些都是你做的菜啊 响油 汕壶 那个碧螺虾仁 韭菜炒百叶 千万别忘了 好 我正背着呢 好 嗯 可我爸爸没做这些菜 艾文 我们现在是在拍视频 你就当成是爸爸做的 行吗 可我爸爸不会做这些菜 艾文 一会儿呢 你就跟你爸爸 就从这个门走进来 走进来以后 你就看见妈妈了 你就说妈妈我放学了 爸 可是我今天没上学 那你就 我来跟他说吧 行 你今天跟爸爸来干吗了 是不是要跟妈妈拍一个东西 所以爸爸看的叫什么 叫剧本 对不对 剧本就是写出来的一个故事 你就想象一下 昨天你是不是上学了 对吧 然后爸爸来接了你 然后到这儿来看妈妈 这样可以吗 可我昨天没也看你了 我来我来我 要不然我来吧 反正饭都买回来了 也别说什么放学不放学的了 就直接我就说这三个菜名 吃饭了嘛就 对吧 行 我觉得也可以吧 嗯 艾文 然后呢 然后呢你就 你就喂妈妈吃饭 然后呢你就说 妈妈 明天带我去动物园玩吧 可我不会喂我妈妈吃饭 不是你就假装喂一下嘛 你试一下假装喂一下 妈妈 你明天能带我去动物园吗 你 你你你妈妈明天要直播 怎么全要假装 爸爸要假装做菜 妈妈要假装带我去动物园 我要假装喂妈妈吃饭 怎么全都是假装 怎么全都是假装 可以不露露 可以啊 我也觉得不是 那就不假装了 走吧 不假装了 先把衣服穿上 你那个好喝吗 好喝 很天然的 妈妈来了 儿子 妈妈你终于肯见我了 数几天你不在家 我以为你要和爸爸离婚了呢 艾文 你再大点声好吗 坐下 来 你为什么要这么说呀 聪聪说的 他的爸爸妈妈就是这样 分开着分开着就离婚了 那是聪聪他们家 咱们家不会 我们不会跟你分开的 那你们保证 下次再也不许这样了 再这样的话 就是坏爸爸坏妈妈 好的 爸爸妈妈保证 再也不这样了 我们错了啊 以后再也不让艾文担心了 好吗 妈咕 妈咕咕 不许变 不许变 一百年不许变 改账 好 吃啊 吃吧 你最爱的小红薯 谢谢宝贝 谢谢宝贝 艾文现在可乖了 你不来她就不吃 一直等着你 是吗 艾文 我突然想到了 你有一个艰巨的任务 一会儿呢 帮我跟妈妈牵制住爷爷和奶奶 我们有个重要的事要办 你能完成任务吗 能 好 好 你也吃 妈妈 我 我断定这个披萨不好吃 你要尝一口吗 对 点的什么味儿的 爸爸味儿的 你是不是觉得不好吃 我要的是菠萝披萨呀 他怎么给了我一个榴莲的呢 品味不怎么地呀 那是菠萝的呀 好了好了 打架了 走 没有人啊 他们没有 没有 祝你生日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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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 segue 祝味儿 祝我为你种的 祝 Bla 不 audi physician 帮帮帮福 来 妈 谢谢啊 谢谢啊 祝你生日快乐 谢谢啊 谢谢 祝125 好好好 爷爷 你要顶在头上吗 对 顶顶了 吹了 爷爷 我不要说出来 不然会不成真的 我白说 秘密 好几个月 行了 那我 那我吹了 对 一 二 三 好 谢谢 生日快乐 谢谢 谢谢 爸爸生日快乐 生日快乐 生日快乐 爸 你说两句啊 亲亲宝贝 老 老夫老妻的 没 没什么法说法 也是也是 老夫老妻的 那爸一会儿你来接的呢 行 我也要接 你也快接的呢 宝贝啊 所以你是知道 爸爸妈妈 要给奶奶过生日这个秘密 但是你为了保密 就一直没告诉我 对不对 对啊 对啊 妈妈说要给奶奶一个惊喜 真是把我惊喜着了 看我孙子多聪明啊 好乖哦 今天这一桌子好酒好菜 原来是你妈的生日 我都忘了 我给你服了你 老爸 要不我就不说了这个 你非得还说出来 没事 我都习惯了 那爸 你说两句 有什么可说的 都 都在酒里了 好 来来来来来 来来来来 祝妈妈生日快乐 祝妈妈生日快乐 祝妈生日快乐 祝妈生日快乐 如如东海寿比南山 好 好 好 来来来来来 好 来来来来 好 来来来来 谢谢 来来来 祝奶奶什么 你说一个季香话 祝奶奶幸福快乐 好好好 谢谢 好好好 来来来拖一下 给奶奶拖一下 给奶奶拖一下 我觉得挺好的呀 知道吗 我真的 周全真的是非常好 我觉得这是他们 小两口的分工 我这是夸周全哪 真的你儿子特别棒 特别好 周全 你说你这个 没出息这个劲儿随谁呀 我是这个男子汉的气概 怎么一点都没遗传给你呀 你这个汉的气概 你什么气概 我觉得你就是优赖 我 你说什么 这个 爸爸妈你干吗呀 妈 妈你 我没干吗 你先回去行吗 我 到哪儿差不多回去了 你别别在这儿 你干吗呀妈 姐姐 姐姐 你别说了妈 您说 我害怕了 我特别害怕 跟您这样的妇女同志讲话 您是一点道理都不讲啊 妇女怎么了 您这个话说的 妇女怎么了 妇女能顶半边天 我跟您说 我们家闺女 现在在这房子里 顶一片天 你妈我顶着一片天 没有周全我顶不了这一片天 您干吗呀 您别说啊 我们今天本来好好的 你为什么要这样呢 那我跟您说啊 还是你女人明白 我们从小到大 把她培养成人 大学病以后 不是说让她在家里边 当全职爸爸的 您看看今天 这个家还乘客家吗 女人三天两头的夜幕归宿 是吧 谎我一回了一次呢 也是后半夜 爸 爸 这跟住酒店有什么区别啊 爸 你不能这么说 莉莉给我发消息了 也也也跟妈说了 发消息了 对对对 莉莉给我发消息了 对呀 再说你这么说 我闺女为什么不回来啊 我闺女回来 她不方便哪 对吧 她不方便 怎么不方便了 您说呢 她要工作 所以她才给单位加班的了 她怎么会呢 妈真的别再说了好吗 干吗呀 今天咱们这是为什么呀 妈 你别说了行吗 周全你别冲我妈嚷嚷 你有什么冲我来 行吗 你别跟她嚷嚷呀 不是一直在搞什么呀 这是大家一起吃个饭 我妈过生日啊今天 你妈过生日也是我招务的呀 也不是她一个人在说她 她为什么要吵这一架 你干吗 咱们不是一个人吵得起来吧 周全 我亲你们我真的 我对不起 我不知道是不是 干什么你们俩别吵了 听见了吧 听见了吧 儿子 都是因为你不出去工作 老婆养着你 所以连我说话都应期不起来 您这哪是应期啊 您这段 您要想应期 您回你们单位应期去 上 好 好 那我们就听您的 咱们为了不打扰 他们小两伙的日子 离他远远的 咱们都走 离开这儿好不好 走 没问题 你走我就走 你不走我就不走 要走你就先走 你先走 那我 咱们一块儿走 我不放心您 您住得离日近 没两步您又回来了 我不相信你 那我走 我上远处 行吧 您去哪儿 周先生这边请 来 张哥 对 刚才他们都已经办得差不多了 林青是你榜一大哥 我跟林总以前是 一个大学的 他算是我师哥 我这一看你们俩关系 就不一般 不过林青 妹妹啊 我 我比林青大一点 所以我教你妹妹不吃亏 林青今天肯为你出头 肯定也不是白来的 老话说得好 舍得 舍得 有舍才有得 但我能得到什么 毕总是这样的 我今天请您吃饭 我跟您道歉 我 我当时处理得特别不得当 我坏了您的规矩 但是我 我不觉得我做错什么了 因为你们就是缺尽短量 对吧 我只是不能在直播平台上 跟你们一起撒谎 你如果你要觉得你能 还不明白吗 你还不让自己搓哪吗 我跟你说 车离子 别别脸不要脸 好 我 好 我回头跟你说啊 毕总 怎么了这是 杯子都摔上了 来来来来来 那个杯子不喜欢 我给你换个新的 车离子 你又说什么了 惹得毕总不开心了 不是说好了吗 今天一笑民愁 怎么还杠起来了 来 咱们一起 敬毕总一个 来 毕总 你们两个呢 都是非常有个性的人 是吧 车离 叫毕总一声哥哥 这哥哥 怎么可能不刚住妹妹呢 挺好啊 什么挺好 你不靠谱 带人人吗你叫人 你这 叫我来我带着孩子 你喝成这样你 没问题 你肯定没问题 什么没问题 行行 你这忍一忍 你先带他下去 走 老毕 你 你 讨活了 该我搞定了 我 搞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安文 起床喽 爸爸 妈妈呢 妈妈去上班了 昨天我们等到妈妈了吗 等到了 爸爸把你们都送回来了 他今天也太早出门了吧 我昨晚都没看见他呢 我都有点想他了 你快点起来吧 您那么多废话呀 好吧 你可是这边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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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儿子 对不起 爸爸 你说话态度不太好 好 走 小二哥 你的美事给你点好了 这次需要我什么技术支持 是 老师哥 这回 不光是技术上的问题 更重要是公司上的问题 我想问问你有没有意愿 来我的公司帮我 帮我们解决整个公司技术上的问题 上回 你帮了我那个大忙之后 我们那些技术人员 一提到你赞不解口 所以我第一个想到的是你 我 你这个 太突然了 我说 实在是 同行都是相亲的 能让这么多同行对你收大拇指 师哥 我知道你是真有本事 你也太客气了 我 我只不过是有些经验而已 你们公司的那些小伙子 确实我也都很喜欢 年轻人 虽然 有些不太那么有经验啊 但是没有脏心眼 这让我很舒服 没有人来排挤我 因为 你不会觉得我到时候岁数大了 你能够给我轰走吧 这怎么可能呢 师哥 我的人品从大学到现在 你还不了解吗 试试 我现在需要你 将来依然需要你 你先不用拒绝我 你的情况我很了解 借于你的特殊情况 我们可以 换一个合作方式 你不用做班 先来兼职 一切节奏按照你的来 等你把事情都处理完了 你带过来上班 但是工资 我给你全资 师哥 帮忙师弟 谢谢 谢谢你 谢谢她 谢谢她 爱文 爸爸想跟你商量个事 好 你说吧 假设咱俩的一年之约 我不是之前说 我要陪你一年吗 我没有完成 我在中间去工作了 你会怪我吗 为什么不理我 爸爸 这个问题有点难回答 你一年还有一段时间 我得考虑考虑才行 哇 你现在好严谨 好吧